我最奇怪是看到有台機是驗身的 驗身? 然後好像是馬上賣保險的 所以這個是保險的商品 最終好像是買保險 我忘了最終是他想賣些什麼 大家好 我是Mira 馬田 兩個香港人聚集一堂 因為上次我和Himri拍了一個 就是香港和台灣的不同之處 結果看到這些評論是非常反應熱烈 所以這次就想來討論一下 香港人喜歡台灣的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香港人 然後我們也是非常經常去台灣 我是幾乎一個月一次 你是多久一次? 一個月一次 我很喜歡台灣 我很喜歡台灣 所以我也很好奇究竟 別的香港人喜歡台灣的什麼 所以今天就要馬田來講 他喜歡台灣的什麼 你先說 很便宜 你一定會接觸到的東西很便宜 例如坐車 到處都去到 鐵路網又很闊 然後坐起來又很便宜 你看每次機場 我們在香港坐機場的快速 是百多元的 我覺得很貴 但他們也是百多元 從機場出來代幣 日常生活會碰到的東西 其實是便宜的 衣食住行都是便宜的 對於我們來說 佔過生活費的比例低一點 例如香港要七八成 必須便宜一定會洗掉的 這份量有七成會洗掉的 可能他們沒有那麼多 因為他們一般的東西會便宜一點 吃什麼你覺得是 真的非常值得吃 值得玩? 便宕 便宕是八十元 份量多的 對呀 因為它一合飯 還有另外你會加 有些肉 湯 雞扒 下次回到台灣要吃 容易節省錢 沒錯 譬如你要儲錢買東西 可以節省很多錢 好所以這個就是你的第一個點 然後到我的第一個點 台灣人的態度是非常親切 你為什麼很親切 我意思是服務態度 那沒有啦 我跟你沒有服務上的關係 對 OK 一到達台灣的機場的那一刻 就會覺得 可能機場的staff 都是態度好 然後有笑容 然後坐車坐的士 然後的士司機 又會很nice地跟你聊天 不是有時候行李太重 我現在看到東西很不方便的話 是有需要坐的士的時候 我就坐的士 或者下雨的時候 因為台灣常常下雨 你有沒有試過他們跟你說廣東話 有啊 他們經常都會用他們的廣東話 你好啊 你是會有些歐流 你是不是香港來啊 你是突然之間轉不到他在說什麼 我通常是司機或者是去餐廳吃飯 有些員工 聽到我們說廣東話 他們就會加一兩 好厲害啊 有沒有台灣的朋友 有沒有遇到 香港客人的時候有沒有這樣子 有的話留言 留一句你懂的廣東話在下面 我會覺得去做台灣的時候 我整個人會很開心 因為大多數我遇到的人 都是很親切 很有禮貌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令我很喜歡台灣的地方 嗯 你有沒有發現台灣的東西 很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 在香港買什麼 都是外國運過來的 譬如他們只是薯片那樣計 半個薯片架 都是台灣自己生產的 全部東西都很... 果度的東西 你要吃到的東西 是完全不同的 你有吃過的米嗎? 跟香港吃的米不同的 香港吃的米是泰國米 會比較硬 其實台灣的米是偏向日本米的 對 他們全部都是吃日本米的 變成那些飯盒 又算你是七十一買的丁飯 他們全部都不會很硬 全部都是很軟熟的 所以我很喜歡吃丁夜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覺得丁夜很好吃 但我找不到的原因 而且他們很喜歡寫是他們自己生產的 寫得很清楚叫池上米 哪一個區種 自己種的 他們很清楚那些東西去到哪裡 那些質素很穩定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廚師來說 他們會看到這些東西 是不是? 我覺得是 我是特別喜歡便利店的食物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基本上每次去台灣 我一定一定一定會找至少一頓吃丁夜 我很變態 這麼少人 我可能去台灣過了四天 那我要跟朋友吃飯 沒有理由跟朋友吃飯 吃丁夜的 但我也會因為太掛念台灣丁夜的關係 所以我會特地找一頓 可能是燒夜 或者拍片之前特地去吃丁夜 因為台灣很多時便利店裡面的食物 可能是跟某個牌子聯名出一些新品 譬如之前701有跟Coco咖哩聯名 就是出一個咖哩 總之是好吃的 但你知道香港非常之少種類 是不是? 所以你這樣比較起來 我真的會非常喜歡台灣的便利店 而且我覺得台灣便利店什麼都做到 你可以去寄東西 可以去修件 然後你可以洗衣服 你什麼都可以做 我記得是收包裹 對 我真的覺得 極煩啊 他們是很心機跟你慢慢對 就算我不是台灣也好 我覺得我生活在台灣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竟然會有一個這麼便利 不覺得的便利商店 就是這樣 嘩 嘩 厲害 得過萬點 所以我很喜歡台灣的便利商店 但其實我也不知道台灣的便利商店 不知道究竟裡面還有什麼 所以台灣的朋友 如果你們是有當過便利商店的電源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的工作包括什麼 超級好奇 你最奇怪看到什麼 我最奇怪看到有台機是驗身的 驗身? 在商店裡面 你可以馬上量血壓 輸入身高體重 然後他會告訴你你健不健康 然後好像是馬上賣保險 所以這是保險的商店 最終好像是賣保險 我忘了最終是他想賣什麼 但不是每間都有 不是每間都有 但很奇怪的東西都有 但我知道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喝醉酒的話 你可以進去 然後會幫你叫的士送你回家 這個是我聽朋友說的 其實在香港 你其他地方喝醉酒 你走進去便利店 會有人理會你嗎 台灣的地方其實是很大的實際 你可能去旅行就會集中去幾個點 你可能會走過一些 你會發現到有另一些東西 每一條街都有小店 變成你真的用腳去走的話 你每一次都會找到一些新的東西 又或者它不會很迫 令你連銷地迫你走同一條路 沒錯 你可以到處去 我在台灣是沒有試過走路的時候 是會跟別人這樣撞來撞去 但我在香港就一定會撞撞撞撞撞 就是香港地勢的關係 然後人在我們很多 所以這個都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但是台灣 我是覺得我沒有被別人這樣去撞過的經驗 還有他們的地方分得很散 變成市區的人 可能搭一個鐘頭車 已經可以去到一個 好像旅遊景點那樣的東西 比如我們尖沙咀也可能去了九個字 近近地 已經不用去旅遊 已經可以有旅遊的感覺 每個人都可以一次都可以進去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可以有多大 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輪到我說了 我很喜歡台灣的珍珠奶茶 所以我們都買了珍珠奶茶過來 珍珠奶茶一直在香港 都有了很多年 其實我已經忘了它何時開始有 最近黑糖珍珠鮮奶也是非常紅 然後又在香港開了很多間 然後幾乎每天都要排隊 所以珍珠奶茶在香港的熱度 好像一直都不會消滅 而且我本人是很喜歡吃這些QQ的珍珠奶茶 所以我是非常喜歡珍珠奶茶的 這個也算是其中一個令我喜歡台灣的原因 因為台灣是珍珠奶茶的發源地 甚至有一陣子我每天一杯珍珠奶茶 超級開獎 第一次接觸珍珠 開始到現在 我對珍珠的好感度都是很高的 但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好像差一點東西 你吃了珍珠 你覺不覺得想咬一些東西 什麼 就是這個 珍珠奶茶酥 你現在才拿出來 我們這部影片 說了這麼多東西 就是為了這一部 沒錯 這一部是這個業配來的 他們就是新冬陽出的珍珠奶茶酥 和珍珠拿鐵素 我帶了兩款 你有沒有吃過呢 很棒 每盒裡面是有10粒的 可以給大家一盒 如果珍珠奶茶酥的話 就是藍色的 那我這個呢 這個是啡色的 那我就吃過了 那Martin是沒吃過的 嘩 好想你吃過 當然是吃過才介紹給大家 我是不會這麼不負責 不知不知 其實我覺得它的大小做得不錯 因為呢 又不可以說一口 但是 很便宜吃 很香 奶的 很軟熟的味道 因為我很喜歡奶香味 好吧 吃吧 吃下去 酥就很鬆軟 雖然你看不到有珍珠 但是咬到進去 有一粒粒的 有那個珍珠的口感在裡面 你看不到這粒 這粒呢 就是那個假裝珍珠 其實它就是椰果 它裡面放在椰果 而且你會吃到有幾粒粒粒粒粒粒 好像珍珠的口感 因為拿鐵那個 那個奶味是比較重的 然後珍珠奶茶這個 它的茶味是比較多的 你吃完這個你就覺得有比較 聞到外面 不同味道 我已經是咖啡味 這個就是咖啡版本 辣椰版本 我試試 嗯 咖啡味是對 我剛剛喜歡的咖啡 珍珠奶茶就比較普適 每人收到都很棒 很厲害 但是裡面一樣有珍珠 裡面兩個都有 所以它強調珍珠的口感 那觀眾呢 想要的話可以怎樣買到呢 你可以在全台灣的新東洋門市 或者百貨公司都可以買到 譬如你在西門丁 或者台北101 台北車站 九份都可以買到 觀光景點都可以很容易買到 或者是機場買 機場的包裝就會比較不同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 不要看到 咦 為什麼 都是新東洋 但是為什麼包裝不一樣 是不同的 我個人喜歡珍珠奶茶酥 你來吧 那這個送給你 這個我拿回去 不行啊 那給你了 那可能如果各位朋友 下次去台灣的時候 不妨可以買這個珍珠奶茶酥回來 送給朋友或者自己吃也好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照我 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向 那記得follow馬田 因為他最近出了新書 還沒 還沒 快出新書了 大家記得follow他 紅色1 4 3 4 5 都有影片 記得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了 Bye Bye Bye